在茫茫的人爱你 我是哪一个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5日星期五 这里是银月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成者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独立自媒体人岳哥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宣传片 是由梁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 梁山州应急管理局 梁山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 旨在怀念和追思在火灾中 牺牲的消防战士和当地村民 听当指挥能打胜仗 到底能不能打胜仗 到底有几分把握打胜仗 到底是维稳时打胜仗 还是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时 能打胜仗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感称 我们以后也还会再讨论 今天看到这则宣传片 最大的感受就是悲愤难以控制 和很多朋友一样 有两点我们需要质问梁山州人民政府和梁山州应急管理局 第一点你们的责任感在哪里 4月4日上午举行哀悼会追思会来纪念逝去的消防战士和当地村民 但是调读的事情出现了 根据梁山州相关方面发布的信息 到了4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 他们又发现了一位在大火中牺牲的公务人员 是一位女士 那等于就是说梁山方面把追悼会 埃思会都举行完毕了 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牺牲 可以说这一幕太搞笑 太不可思议 太把基层的公务人员的生命当草戒了 相信很多人都会怀疑 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基层的公务人员 消防人员 或者是当地的村民在大火中牺牲遇难呢 所以这种责任感的缺失简直是令人发指的 没有人来承担责任 没有人因此引咎辞职 甚至没有人来分析 这个事故有没有避免 发生的可能 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声音 梁山州方面在宣传片里 把听党指挥叫得这么响亮 调子这么高 你到底有没有听党指挥 党是怎么指挥你的 你是不是在玩高级黑呢 第二点 我们要质问梁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 梁山州应急管理局 以及梁山广播电视台 你们的这个宣传的导向在哪里 白市被你们包装成为了红市 丧市被你们报道成为了喜事 冰冷的尸体被剪辑成为一桩桩所谓暖新闻的素材 最后一桩重大的责任事故 这么多的鲜活生命 只在空洞的吟唱里等来了泪水和所谓的正能量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市民和居民去慰问消防战士的感人场景 很多地方的媒体也做了如实的报道 但是对梁山州来说 现在根本不是唱高调 把所谓的领袖言论来引经据典的时候 看着这些地方官员如花的笑意 听着最高领导的高谈扩论 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是无尽的悲凉 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